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祖会能讲一句话 入我禅宗的六祖会能讲一句话 六祖会能讲一句话 六祖会能讲一句话 一我法门 第一个 无什么 无念 这个无什么 无相 第三个是什么 入我禅宗法门 以这三个为主 无念是什么念 无什么念 忘念 一切都忘念 所以你没有念 如果你认为有念是你心在懂 第二个无相 之前有没有相 都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折见不来 第二个有没有住 没有 他说入我禅宗要这样子 不然不是我弟子 所以我以无念为中 无相为本 无住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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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住为 无相为体 无相为体 无住为成 无相为什么 为人 无体 无体 体物等体 是不是 对对对 无相为体 然后无住为本 好那他以无念为中 无相为体 无住为本 好那他就立这些三个东西 所以禅宗六五位呢 是以将为本 所以你看 刚唯摩节 跟对一也讲得很清楚 无住的时候 才可以立一切法 因为你不执着 所以法出来 你都不会执着了 没有法 是从清静出来的 但是我们是望出来的 看到法 一认得动 一直会散生贪爱 但是在菩萨是清静的 所以无住为本 无住立一切法 这个时候呢 唯摩节中有一个天女 天女是长得很漂亮 比往往还漂亮的 叫做天女 我改一下进度好了 你们去上这首 自己自动去上这 要赶紧进度 我到森林才休息 要赶紧进度 有一个天女 就像往往漂亮的 这种天女 所谓天女 见诸大人 闻所说法 并献其一生的 看这个唯摩节 跟这个什么 文珠奇菩萨 在对应的时候 他卸这个身体出来了 用天的花 散在一辆 诸菩萨大地的身上 那这个花呢 到了诸菩萨之后 都马上掉到地下去了 落落了 但是到了这个什么 所有的阿罗和的大地子 阿罗已经修很高了 大地子 花都淋在身上 不会掉下去了 诶 怎么 一件地子 用神东西 叽叽叽叽叽 怎么出力啊 这个花 也不能让它弄掉 这个时候天女就问圣里佛 问圣里佛是智慧第一 对 圣里佛是带来讲 这个尊者智慧第一 你为什么要把花弄掉呢 要问他 何故去花 他要答说 这个花 怎样 不如法 事理要去之 这个花 连在身上不好 不如法 会影响到我身体 所以我想把它弄掉 很糟糕 那天王后还拿一朵花给我 插在耳朵 我会拿起来碗一碗 那个花 不如法 把它弄掉 那他说 你不要说这个花不如法 为什么 为什么 花没有分别啊 你怎么说它没有不如法 是你本身啊 人者分别自己啊 身都分别啊 分别想啊 你怎么你要分别啊 你想把它拿掉 是你自己 膝在身旺心啊 分别想而已啊 对吧 若以佛法出家 当你已经带了 塞尔摩尼佛这个佛法出家 你还有所分别 叫做不如法 不是这个花不如法 是你心不如法啊 你有其妄样啊 哇 那个天理讲这句话 哇 这圣里又被讲这吓坏了 哇 这个天理一个人 天理应该一般 都是比俄罗还低耶 所谓天理是玉界天的 色界天的 这才叫天理 但是这个天理 把花 因为我们这个天理散发嘛 被散发 所以我 没讲到俄罗汉 这个圣里佛还输他 他要加上 若以佛法出家 有所分别就不如法了 若无分别 事者如法 若你不喜分别 你就如法 你看 你看所有的菩萨 花不着他身 因为他已经断了分别想 但是呢 比如人害怕的时候 非人得其辩 假如因为 比如你人害怕 不是这个人 因为你害怕得其辩 是如是弟子卫生子故 是因为弟子卫生子故 为什么二罗汉还有分别心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二罗汉是怎么修的 修什么 修苦即灭掉 断苦即灭掉 修苦 怕苦对不对 对 很怕苦 苦有哪几个苦 一个什么苦 八种苦 然后一个什么苦 生 二 劳 第三个 病 第四个 死 自然苦 第五个 求不得 第六个 爱 爱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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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个 愿正慧 愿 愿正慧 愿正慧 偏偏我很恨他 很讨厌他 他怎么要跟我生活在一起 愿正慧 第八个 五因之深 好 五因之深 五因之深 这种想吃是会 影响我们的胎育 一直像活在烧一样 那这八种苦在人身的八度 所以二罗为了灭这些苦 他说 苦 一切的苦 去灭 要修什么 苦即灭到 好 我们这次有句 那个五百罗案堂的人 有看到五百罗案堂里头 他写几个字 第一句 第二人写什么 从右边到左边 第一句 写什么 断什么 断 有什么 要断 或 简 还有什么 死活 你显进手看来就迷惑了 因为你当作真的 你想的就迷惑了 有的时候我眼睛不会 但是我梦都 我梦都在吃鸡肉 阿闭都 啊 爸爸我已经吃菜吃半年了 可是我晚上会梦到我在吃鸡肉 因為我說你見過沒有 但是你施惡還在 施惡也會影響到你不能正真 第二個是什麼 知苦斷什麼 斷一切的集 有那麼苦就把它斷掉 好 第三個 木什麼 滅掉一切的木滅 用什麼 所以他就修道了 這個修道是為了解決個人的痛苦來修道 不是為了度眾生來修道的 不是行菩薩道修道的 所以我們去九二三就看到這三個字 在五百羅漫堂掛了這三個字 說你們要看這三個字 看清楚一點 這叫苦 疾 滅 道 他叫四什麼 四聖地 所以二完事修這四種 成道 那第一人要修這個言 要先瞭解禍 才可以正真 然後我們了解這個的 所以苦跟樂 苦做樂是不是二分法 是不是分別 分別心 有沒有分別心 二完有沒有分別心 有 他們會講 怕苦去追求極樂的樂 極涅槃的樂 斷掉這些苦 所以他因為有苦跟樂的分別 菩薩有沒有 菩薩為了度眾生入深海 被度眾生他沒有這些苦分別 怕苦也不以為苦 樂也不以為樂 他能破這個苦樂 但是二完有沒有破 不能破 所以二完還有分別心 所以那個花 連在勝任拿不掉 甩就甩不掉 因為他有分別心 這樣懂嗎 那因為天理很厲害 他為了讓二完覺得自己修得不太夠 所以呢 天理就很厲害 就用這個花 寫一個神通了 就讓他知道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觀諸菩薩花不著者 以段一切分別想故 比如人害怕的時候 不是這個人因為你害怕來傷害你 是因為你弟子因為怕生死 所以你就很容易死掉 你不怕生死怎麼會死掉呢 他說色身相會處就得起變 因為你怕生死 所以色身相會處 就會清到你的生死裡來 以離畏則一切無依無人也 如果你離開害怕的話 在無依就不能影響你了 那這個二完有沒有害怕 有沒有 怕什麼 他怕狗 他怕狗 他怕八種狗 這他才修道吧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怕的話 無依都沒有辦法影響你了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他怕的話 色身相會處法都不能得起變了 都是因為你餵生死 所以你才會這樣 才會被色身相會處法來影響到你 所以我那時候跟那個師母講說 你是修靈光的還是修肉的 這是因為餵生死就不能過關 如果不餵生死就過關了 好不好 結席未盡花著身的 這是因為你結席的什麼 累結的席氣 無始結的一些席氣啊 就是你無始結 結附的 綁住你的一些席氣啊 怎樣 有這些結席在你 所以你不能把這個花 色彩花把它拿掉 所以你拿不掉 所以結席盡的 假如你結席的這個席氣 都被你斷掉了 這個花自然就掉了 不會找到你身上 天理就這樣告訴我 這個色彩佛 哇 色彩佛嚇壞了 怎麼講話這麼厲害 哇這個 已經夠力了 天理怎麼講話這麼厲害 連他都跟不上啊 色彩佛啊 這個色彩佛就說啊 怎樣說 哎呀 天 天怎麼 你看一下天子 天女吧 天子 那有錯 天子 天女 你在這個事情 你在這個房間裡頭 是不是已經很久了 天子此事 你是停留在這個 這個 為末節這個房間 是不是已經很久很久了 他回答 我只指示如四年解脫 我在這個房間裡頭 好像老年人在解漏一樣 七年解漏是老人 老人家解漏了 那含意在哪裡呢 我看一下 因為我這裡要看到這邊來 跟著看到這邊來 好 我進來這裡 他說 天女在這個世中 你是不是有多久了 他在回答 我進來這裡呀 就像你老年解脫那麼久 像你老年 你解脫那麼久了 好 他說老年解脫 因為色彩佛很老了 他說天女 天佑說啦 哎這個什麼 天佑院 四年解脫一盒如酒 好 那老年解脫 有多久了 他就說 那像你老年解脫那麼久了 色彩佛就說了 那你是住 你住這裡很久了嗎 他就回答說 你啊 你住這裡已經很久了嗎 天女就回答了 他說什麼 他說 你老年解脫也很久了嗎 因為這個俄羅安已經解脫了 俄羅安有沒有解脫 有 他 他突擊滅到解脫了 俄羅安叫做解脫什麼 三界煩惱的人 三界煩惱的人 玉界色界無色界 不能 不能影響到俄羅安 俄羅安叫做什麼 叫做已經 免一輪回的三界煩惱 他得到六神多的人 叫做俄羅安 他說那你老年解脫那麼久 他說那我問你俄羅安 你老年解脫也很久了嗎 這個解脫了老年解脫有沒有時間 沒有 因為俄羅安停留在一個時間 他問時間 時間 在於這個菩薩有沒有時間觀念 過去心 不可得 現在心 不可得 未來心 未來心 你問到時間 你就糟糕了 要被這個天理拔了一個掌 拔一個掌下去了 那你老年解脫也很久了嗎 所以我就不敢回答 莫然不答 天理拔回答 如何其咎大折磨 為什麼你年長的有智慧的長者啊 你怎麼會沒話可說呢 你怎麼不說話啦 他答應 解脫者無所言說 故無於事不知所欲 因為解脫人是沒有話所說的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回答的 他說解脫人是 就是什麼都不必說的 是無言無相才是要解脫 所以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天理就說了 言說文字都是解脫相 你文字還有說話 說佛話的言說還有文字 都是在解脫相裡頭 為什麼 因為解脫者的人 不內不外不在中 兩間 真正解脫者是怎樣呢 他不只有六根 六根就是內 六層就是外 中間是什麼 六四 好 六根是怎樣 身體有六根 內 六層是怎樣 外 六四呢 有這個 有這個言而平常就有眼視 分別嘛 感覺嘛 如果我眼睛看到這個不漂亮 這個不漂亮 是我視的作用 這個叫六四 有眼就有眼視 有耳就有耳視 這個叫做中間 在這個根跟層之間 有一個視在 所以他說真正解脫也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中間 全部都解脫了 沒有解脫就是沒有解脫的 所以他說呢 所以解脫者不內不外 不在兩間 這兩個中間 文字 這個文字呢 也不在內 也不在外 也不在兩間 師父 設立佛 無禮文字說解脫也 沒有禮文字說他解脫的 你不講話 就說你解脫啊 你不講話 本日大明你解脫啊 那資料文章在說我話 你說資料文章在說我話 就沒解脫嗎 他說我解脫是沒話說 他又被噴到釘子了 只要 只要設立佛一講一句話 就被噴釘子了 對不對 你不能說 那看來這個 維摩傑跟文章在講話 那講話他們 他們講話就沒解脫嗎 難道你不說話 就叫做解脫嗎 他剛剛有講 不說話就解脫嘛 他都不能 所以無禮文字說解脫也 所以則 一切諸法都是解脫相 是解脫相 聖利佛就說了 呀 不互以禮 引物之為解脫 難道 不去離開引物之 來解脫嗎 難道 這個解脫不是離開 引 這引的引 離開什麼 撐 對不對 還有吃 引物之啊 對不對 來當作解脫嗎 難道你不離開嗎 他說 那你從一切諸法都解脫相 啊 他說 那難道你不要用離開引物之 我會當作解脫嗎 我們就是這樣修的啊 為解脫 我們就知道說 引物之真的是可怕的苦啊 我們是脫離才去修的啊 難道你不離開他嗎 聽就說 佛為真善慢人 才說引物之 引引 脫離引物之為解脫 因為你們是真善慢人 他們知道真善慢人 有邪氣還修修 邪氣很重 邪氣很重 自己會了不起的 自己會高高在上的 所以他講 脫離引物之為解脫 如果你是一個很貧下的人 他不說這些法 因為你沒資格聽這些法 真善慢人 自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知道真善慢人 不聽了 不會了解佛法人 叫我這樣他自己 我知我相很重的 他說 他說聽就講 佛為真善慢人 來說禮 都要解脫 他說佛法 佛法於上 而於佛法上稱真善慢人 我看這邊 佛對驕傲我慢 還沒有瞪悟的人 就說瞪悟的 他意思是這樣 佛對那個很驕傲的人 還有很自我慢的人 還沒有瞪悟 他就說 要離開引物之為解脫 就是為了善慢者 若沒有真善慢者 佛說引物之就是解脫 為什麼呢 那有什麼關係 有差別嗎 佛 佛 阿平明解釋 因為菩薩是 無所住的神經心 對 他不會去住 引物之住什麼 但是聖利佛他因為有住 所以他認為 什麼是解脫 他有住在裡面 在解脫 那菩薩為什麼 引物之不離可以解脫 因為他無所住 那如果你跟一個女孩子 睡在一起的話 你會不會靈尾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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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就是引物之解脫 你會不會靈尾不亂 你知道嗎 他如果你沒有辦法 你還要做到你大腿 你會動會癢癢的 這是你要以引物之而解脫 那你知道這個你知道嗎 你是天女而是色力 你知道這真正嗎 你知道嗎 搞不好你還要做到你大腿 你都不動 你就是引物之就是解脫 聽得懂嗎 但是比较简单了解的嘛 所以这边有修行人他去 女孩子寄理院去修行啊 寄理院就是解脱啊 知道知道吗 但是一般才不是啊 没有那种定律的人 噴到就完蛋了 要离开 不离开就很难解脱 那就有差别了 知道知道吗 这个佛法还了解很清楚 佛会自三万人就说 你引入自信解脱 如果没有自三万人佛说 引入自信就是解脱 当下就可以解脱 摄理佛都说 哇 善哉善哉啊 不得了天女 如何以合正便 正便如色 你怎么这么厉害 可以辨解这么厉害 我都没有办法回答 你怎么这么厉害 他问那个天女啊 那摄理佛很高的智慧啊 哇 如何以所得 你是修什么修到所得 你是修到什么 正到什么果位 你怎么辨解会这么强啊 这个什么 这是辩论啊 这么强啊 乃如是啊 天就说 我无得无正 因为我没有得 没有得 因为你们有得有正 恶罗有没有得 我得俄罗汉主啊 我正得俄罗汉主啊 你还有得跟正啊 但是他听起来 我因为我无得啊 我也无正啊 我没有恶罗 有得就有什么 有正就有怎样 就是有不正的东西 对不对 他说我无得无正 所以我辨解才能达到 如正如做辨解 因为你有分别性 我没分别性 所以我辨解才会无爱 都境界知道吗 他要过这个俄罗汉主的境界 所以者何 若有得有正 者就是以佛法为正上半 哈哈哈哈 啊 有得有正 以佛法为正上半 嗯 找到多好啊 所以说 你看那个天理讲话很厉害啊 所以我就问天理啊 如以三秤为何自求 那你在这个大秤中秤 你跟小秤三秤 你是求什么东西啊 以何正求啊 你是哪一秤啊 你是大秤啊 还是中秤啊 还是小秤啊 因为身体佛是修小秤的嘛 对不对 中秤啊 还有中秤啊 还有小秤啊 那你要休息一下 好 休息十分钟 慢点 再 谢谢 好 休息十分钟